2013年的新北市文化相关活动泼水节 即将在这个星期天4月14号来登场了 市府方面也在9号的上午先来举办记者会 邀请大家参与东南亚国家的习俗 用泼水来除去去年的厄运 由于今年是受到雨量不丰沛的影响 市府也希望大家要来发挥创意 用省水的方式过泼水节 在充满异国风情的舞蹈当中 要告诉所有的新北市民们 2013年的泼水节就要在4月14号中和来举办 同时还设计了喷水小白相 希望大家都能用水来除去去年的厄运 祝大家心向事成 而今年的泼水节正好遇上雨水不丰沙的一年 所以市府也希望大家用创意省水的方式 来过泼水节 这个今年其实也是考验市政府的 泼水节当然非常的高兴 可是呢 今年缺水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怎么样子在 让我们泼水节可以尽心的玩之外 我们怎么样的稍微有技巧 或者是有智慧一点呢 在这个节水或者是这个所用的器皿 或者是所表达的这个方式呢 如果能够有一点点这个改善的话呢 那我想这个是大家所愿意乐见的 泼水节的用意它有去除去年的那些汇气 那当然一般因为这次碰到缺水的问题 新北市政府也是朝向省水的方式 当然玩起来也许会稍微扫心一点 但是新北市政府他用其他绝水的方式 那是不是让大家也可以用其他的想法 用制造新北市做的做法 让玩的人赶快一样参与那个泼水节的愉快 2013新北市泼水节赞 过泼水节不能尽兴的玩水 鼓励大家在活动的现场来欣赏缅甸相关无物 那要怎么样可以省水过泼水节呢 师傅邀请两位新南国小的小朋友 改装喷水枪 或是利用回收宝特瓶 一样可以有过节的效果 这样子可以比较环保比较省水 利用手边常见的资源就可以制作 一年一次的泼水节遇到水荒来搅局 不能像往常一样痛快的玩水 是否请大家站在省水想法上 发挥创意一样可以过节 中佳新北新闻板桥采访报道